俄罗斯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 决定驱逐两名德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并限期7日之内离境 以回应德国驱逐两名俄驻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驱逐行动是迫不得已 俄外交部声明说 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德国驻俄大使 格查·安德烈·亚斯·冯盖尔 俄方认为德国本月4号将两名俄驻德大使馆工作人员 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一决定毫无根据 俄方对此表示抗议 声明还说 俄方依据对等原则 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决定采取回应措施 将德国驻俄大使馆两名工作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要求其在7天之内离开俄罗斯 相关照会已递交德国驻俄大使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说 在德国决定驱逐俄方人员之后 俄方被迫采取了这一措施 俄方希望这一回应措施 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和两国发展 扩大建设性的对话 佩斯科夫强调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籍男子在柏林遭枪杀事件无关 但俄罗斯强力部门愿与德国合作调查案件 今年8月 一名格鲁吉亚籍男子在德国柏林遭枪击身亡 事发之后 德方逮捕了一名俄罗斯籍嫌疑人 鉴于俄方拒绝配合德方的调查 德国外交部本月4号宣布 将两名俄罗斯驻德大使馆工作人员驱逐出境 俄罗斯总统普京10号表示 遭到枪杀的格鲁吉亚籍男子 是莫斯科地铁爆炸案的一名组织者 俄方曾请求德国引渡莫斯科地铁爆炸案的组织者 但双方未能就此达成谅解 是莫斯科地铁爆炸案的组织者